嗨,大家好,我是邦妈 今天是周四,给我们学生做辣植肉夹馍 辣植肉一定要有一些肥肉和瘦肉才香哦 炖好的肉咬一口,香而不腻,吃不够 来看一下我今天的做法吧 先冷水下锅,放入葱姜,焯一下肉 焯好的肉再反复冲洗干净 倒入盆里,控干水分 要不然等会儿炒的时候它会给你好看哦 接下来准备料包,草果,八角,桂皮,香叶,小茴香,花椒粒 这些调料其实就可以了,炖出来的肉已经非常香了 把这些调料稍微冲洗一下 锅里放入适量冰糖,开小火炒糖色 炒至琥珀色,倒入肉块 翻炒均匀后,倒入料酒去腥 加少许老抽上色 再多来点生抽 调味 最后再来上几片生姜 倒入开水 记住是开水哦 开水的量比肉多出三倍 我家的砂锅太小,我直接倒入高压锅 如果家里有砂锅的也可以 就是炖的时间比较长,得一个多小时 放入料包,盖上盖子 中火压,差不多30分钟 再煮几个鸡蛋 等会儿放入螺肉汤里一起煮 那才叫一个香 勤劳的小蜜蜂开始洗菜了 准备会麻湿吃 也有的地方叫猫耳朵 因为它形状 搓的那个形状有点像猫耳 所以叫它猫耳朵 一般的配菜通常有 番茄,土豆,胡萝卜 然后青菜,豆芽等 再淋上辣子和香醋 这味儿,哎呀,凉杂嘞 哎,今天粘人虫不粘人了 倒变勤快了 你看这洗刷刷,洗刷刷 看这洗菜的这动作 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哈 刚才一个劲的问我 它棒不棒 我夸了几句,它更带劲了 最近也认识了很多宝蛮 给我分享了它们的育儿经验 满满的干货 现学,现用 哎,还挺好用 暖男从小培养 那就先从厨房开始吧 你说以后谁家姑娘有福气呀 这是洗菜洗上瘾了 还是玩着上瘾了 还没洗够 还问我有啥要洗的菜没 再让它洗 再给它找点活干 你看这画面 多和谐 多美好 你说一天不让人生气该多好的 开始切菜 今天的所有菜是小朋友亲自洗的 大家检验一下 看干不干净 土豆切成薄片 看到没 小朋友在一旁玩的是不易乐乎 切好的土豆放到水里 胡萝卜 姜豆 切成小丁 西红柿装盆 葱 木耳 腐竹 准备大葱 洋葱和香菜 是等会儿泼辣子油 要放到油锅里炸干的 这样泼出来的辣子油很香 准备会麻食的配菜 齐了 等我把它们装好之后发现 我又切的太多了 估计等会儿的菜是又要剩的 腊肉炖了30分钟开盖 这时候把煮熟的鸡蛋放进去 再开小火炖20分钟 就可以吃了 开始炒菜 炒会麻食的菜呢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把所有的菜一锅炒 最后加上盐 胡香粉 蚝油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挺简单的呢 好几样的蔬菜炒在一起 是不是看着很丰富呢 腊汁肉卤蛋出锅 你们看着香不香 有没有诱惑到你呢 会麻食出锅 再来上一勺辣子油 有主食又有汤 一碗就满足 剁碎的肉 舀上一勺汤 瘦肉不柴 肥肉不腻 美得很呀 学生们回来开饭了 我问他们肉夹馍好吃吧 他们说好吃 说一人吃几个 我说顶饱吃 然后就有学生给我说 他要吃三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笨妈的分享 就请关注我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